台湾目前正全力以赴地推动114年度预算案的审议进程 其中涵盖了多个军种精心筹划的新裁构项 这些提案不仅已向军事部详尽报告 且正积极争取上级的认可 并已初步纳入预算规划之中 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空军提出的 C130运输机性能升级计划 以及台湾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腾鱼二型无人机采购与量产计划备受注目 同时 海军的新一代飞弹巡防舰合同设计项目 以及后备指挥部 对中小型侦查无人机的采购需求也备受关注 这四项新增的军备采购提案 极有可能被纳入114年度的军事预算之中 特别是在后备指挥部无人机采购方面 军事部在提交给法院的预算解冻报告中 明确指出 计划在114年度预算中 划拨高达7亿2417万1千元的经费 用于采购850架微型无人机 此举旨旨在大幅提升部队市局外目标的侦查能力 并实时捕捉战场动态 从而增强整体作战效能 在空军层面 两项备受瞩目的军备采购提案 极有可能纳入114年度军事预算 首先 空军计划投入百亿元预算 对现役的20架C130H预书机进行结构强化 与航电设备现代化升级 以提升其整体性能 这一计划以获军事部批准 并正积极争取上级的支持 以确保其顺利纳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此外 腾云2型无人机也备受期待 该无人机在今年3月 已完成作战测评覆测 并于5月中旬圆满结束 其侦查与打击一体化的作战性能 得到了充分验证 预计将于114年度开始量产 此外 关于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MPU-9B高空无人机项目 已建设数个专用的地面接收站 用于全面接收无人机 传回的战术信息 至于自产朋友 无人机所收集的战术信息 是否需要新建地面接收站 或能否与MPU-9B型无人机的 地面接收站共享 目前仍在深入研讨与确认中 这些讨论与决策 对于提升台湾军事通信 与情报收集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腾云无人机 凭借其独特的技术参数 在无人机领域独树一致 其机体长度约8米 一展近18米 而令人惊讶的是 其空重竞技为1 9公斤 这款无人机搭载了 OVS品牌的电动马达 能够产生约灵 3000瓦的推力 尽管腾云无人机的最大航程 速度等关键数据 因涉及机密预算 而尚未公开 但台湾政府 对于这一项目的重视程度 以及其对未来军事战略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当我们回首 长征无人机开发计划的早期阶段 不难发现 其中蕴含着诸多以人入胜的线索 从2009年至2013年 该计划耗费了高达28 7亿新台币的巨额资金 专注于大型无人机的研发 其成果 腾云无人机 终于在2015年的台湾航太展上 首次经验亮相 并正式被命运 据官方资料披露 腾云无人机 不仅具备基础的侦察功能 更能根据特定任务需求 灵活更换战斗装备 展现出其高度的适应性 和战斗潜力 2017年 腾云无人机 在模型展示中 如猛禽展示 充分展现了 其强大的武装能力 同年 在台湾航太展上 腾云无人机 更是创新性地 搭载了救生舱装备 再次证明了 其出色的多功能性 据台湾科学研究院透露 为了满足空军的特定需求 腾云无人机 还具备装配导弹的能力 以应对更为危险的任务 随后的2018年至2021年 为了进一步提升 无人机的性能 总投资额高达34 5亿新台币的改进工作 紧锣密鼓地展开 其中 最为显著的改进 便是更换为 与美国 NPU-9死神 无人侦察机相似的 TP-331型 涡奖发动机 以彻底解决 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精心改造的 腾云无人机 在2019年的 台湾航太展上 进行了展示 但直到同年10月 关键的 TP-331型 涡奖发动机 才顺利抵达台湾 随后的研发过程 如同工匠的精心雕琢 为了满足空军的实际需求 腾云无人机 在远程导航和自动降落 等关键技术上 进行了深入的设计和优化 腾云二代无人机的机体和翼展 均得到了延长 以适应更多的装载需求 新引擎的加入 不仅显著提升了推力 更使得无人机的整体性能 得到了质的飞跃 2020年10月 腾云无人机 在制航基地 成功完成了首飞 如同窄一的雄鹰 在空中自由翱翔超过两小时 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飞行性能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2021年 编号MU1611的原型机 在返航途中 不幸坠入台东活水湖 具体坠机原因 至今仍未对外公布 尽管如此 腾云无人机的研发团队 并未弃买 同年9月份 腾云无人机的进阶版 第二代腾云无人机 被迁移到花莲加山基地 以进行更为严格的测试和评估 据台湾科学研究院透露 新一代的腾云无人机 在机体结构和发动机引擎等方面 均进行了显著的改进 此外 腾云无人机还计划参与汉光演习 以进行战术测试和评估 展望未来 预计到2024年 腾云无人机将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台湾空军计划组建一支 以腾云无人机为 骨干力量的无人机侦察中队 预计配备的无人机数量 将在10至20架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腾云无人机将装备两枚 AGM-114地狱火导弹 以进一步提升其战斗力 那么腾云无人机为何被誉为 拥有黑科技元素呢 这主要源于其卓越的性能和先进的技术 首先 在制空权方面 腾云无人机装备的地狱火导弹 便是其制空能力的有力体现 但更为令人瞩目的是 腾云无人机还能搭载天剑异型 转成空空飞弹 这种飞弹长二 87米 重90公斤 速度达到3 5马赫 射程8公里 配备红外线导引和雷射目标探测机 弹头能自主导引攻击敌方的 超音速战斗机和直升机 此外 天剑2C型中程空空飞弹 也是腾云 无人机的得力武器 其长3 6米 重184公斤 速度达到6马赫 射程超过100公里 采用中途惯性导引和中端 主动雷达导引 腾云无人机还能在静默状态下 执行A射 B导 C控模式发射天剑2C飞弹 飞弹发射后能接收来自卫星 地面高扇雷达或空中预警机的目标资料链 攻击远距离的敌机 谈及腾云无人机的制海能力 不得不提的是雄东二型反舰飞弹 这款飞弹长寺 8米 重685公斤 以0 85马赫的速度飞值 射程更是高达250公里的增程型 其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中途惯性导引 与末端双模式导引技术 融合了主动雷达导引与影像 是红外线寻标器 确保了精确打击远距离敌舰的能力 在飞弹发射前 目标资料链可有卫星 地面高扇雷达或空中预警机提供 实现了自主导引攻击 展现了腾云无人机 在制海领域的卓越统治力 无疑是一项令人瞩目的黑科技 台湾的科技企业 在创新之路上再创新高 成功研发出应用于半导体系统 单晶片SOC的相控阵列技术专利 这一突破性的技术成果 使得它们能够设计出 全球最超薄的阵列微型雷达模组 继而催生了全球最小型便携式 高级主动式电子扫描 阵列雷达的诞生 这款无人机侦测雷达 仅重14公斤 装在于腾云无人机上 能够实时侦测到 雷达散射截面仅为0 01平方米的微型无人机 一旦发现敌方小型无人机群 腾云无人机 能够迅速将预警数据传送至 地面指挥中心 并将资料链传递给 地面反制武器系统 为打击和摧毁敌方目标 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 台湾还成功研发了 采用氮化加和碳化硅等 先进半导体元件的 电子电子频谱作战加仓 这些加仓 已配备给现役的IDF战机 具备电子侦测支援 导航追踪和标定功能 同时能够进行电子反制作战 它们具备处理多波段 雷达信号的能力 可直接干扰敌方雷达 对敌方电战机 和敌方战机的电战加仓 进行电子反制 以超高功率压制敌方电战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电子电子频谱作战加仓 还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以适应腾于无人机的搭载需求 使其成为一种 能够长时间制空 执行电子电子频谱作战任务的无人机 在腾于无人机携带的导弹选项中 地火导弹 无疑是一种极具潜力的选择 这款由美国陆军开发的导弹 初期采用激光制导 后期增加了雷达制导功能 使其能够在各种军用平台上 得到广泛应用 包括直升机 战斗机 船舰和车辆的 地火导弹 不仅能够有效打击中小型 机动车辆和舰柱 还能用于摧毁敌方小型舰艇 特别是第二代地域火导弹 自1990年起开始研发 采用模块化设计 提供了高爆弹头 喷火 穿甲弹头等多种弹头选择 这种导弹还能利用毫米波雷达进行导引 不依赖激光照射 有效克服了天气干扰的问题 每枚地火导弹 重约106磅 弹头重约20磅 射程可达8000米 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高速度可达1 三把赫 若腾鱼无人机装备了这种导弹 无疑将大幅增强其作战能力 为台湾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在台湾的无人机研发领域中 除了广为人知的腾鱼无人机外 还有一款更早亮相的佼佼者 建祥无人机 它由台湾科学研究院精心研制而成 这款无人机被誉为反辐射无人机领域的佼佼者 其独特之处在于 能够长时间地在空中执行警戒任务 并拥有令人瞩目的防空侦察能力 一旦锁定目标 建祥无人机将以雷霆万军之势进行自杀式攻击 其破坏力之强 远非一般导弹所能比拟 目前建祥反辐射无人机 已启动批量生产 预计总数将达到104架 有望成为台湾空军防空指挥部的核心力量 建祥无人机凭借其独特的活塞驱动系统 和火箭助推式发射技术 赋予了它卓越的飞行能力 内置的28千瓦活塞发动机 让它在巡逻任务中 能够以18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翱翔天际 而在补充攻击时 速度更是飙升至惊人的400公里每小时 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加速性能 除了速度优势外 建祥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同样出色 它能够持续飞行超过4小时 升线探测距离达到3公里 无论是速度还是续航能力 建祥无人机都展现了其卓越的性能实力 其自重为135公斤 低头部分装载着32公斤的高爆炸药 作战半径介于400到500公里之间 使得它拥有广泛的打击范围 在设计上 建祥无人机采用了小展显比 三角翼 无平尾布局 有效降低了飞行阻力 确保了飞行的稳定性和敏捷性 机体头部配备的被动雷达导引头 能够精准地避开诱饵辐射源的干扰 提高了作战的精准度和安全性 建祥无人机通常采用群战方式进行作战 通过发射车或载机 在短时间内快速连续发射 形成大规模的无人机群 这种作战模式不仅能够给敌方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还能有效地为几方战斗机提供掩护和支援 建祥无人机在发射前 可根据特定任务需求预先输入作战数据 实现对目标的精准打击 发射后 无人机在接近目标区域前会进行空中侦察 捕获敌方的电子信号 并将其与之前输入的作战数据进行比对 一旦比对成功 飞机会毫不犹豫地冲向目标 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攻击方式不仅能够摧毁目标设备 还可能对周围设施造成严重的附带阻害 因此 建祥无人机有时也被形象地称为自杀式无人机 因为它在执行任务时 更像是一次性的导弹发射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藤鱼无人机与建祥无人机时 可以清晰地看到 藤鱼无人机在自主性和多功能性方面展现出的独特优势 它不仅能够独立携带武器提供火力支援 还无需牺牲自身即可完成任务 这两款无人机在各自的应用领域和战术环境中 都有着显著的优势 但藤鱼无人机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多样化的作战能力 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突出 藤鱼二型无人机更是以其长达十小时的飞行时间 和能够绕行台湾周边空域一周的航程 初步证明了其作为中岛长城的监视侦察能力 为台湾的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022年6月25日晚 台湾科学研究院精心研制的编号为 1812的藤鱼二型无人机 在空军加山基地的指挥下 于傍晚6046分准时起飞 它如一颗璀璨的明星 沿着东海岸空域一路北上 穿越西北部防空识别区 接着 它轻盈地穿越海峡中线东侧 南下至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 再巧妙地绕过台湾南端 沿着东部空域再次北上 最终在花莲外海 跨出一道优雅的弧线 直至次日凌晨5002分 随着天边泛起的第一缕晨曦 它平安地降落在嘉山基地 完成了这次历史十小时的飞行撞举 刷新了台湾自制无人机飞行时间的记录 自5月中旬起 腾瑜二型无人机 便开始了紧张的海上测试 从最初的三小时飞行 到逐步增加的五小时 七小时 再到此次突破性的夜间飞行训练 每一次进步 都凝聚着研发团队的心情与智慧 此次成功的十小时飞行测试 不仅为台湾科学研究院的研发团队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更为他们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让他们更加坚定地投身于无人机的研发事业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无人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乌克兰战争中 无人机凭借其侦查与打击一体的功能 成功帮助乌克兰军队扭转了兵力劣势 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 因此 台湾军事部将无人机的应用视为重中之重 特别是在汉光38号演习中 更是将其作为重点项目进行推进 为了满足军事需求 台湾科学研究院近期加强了 无人机的研发及自制能力 腾云二型无人机经过多次出海测试 已经充分展示了其长城飞行能力 以及光学导引 指挥控制等多项功能 未来 它将与美智的MQ-9B海上卫视无人机携手合作 共同增强台湾周边海域的长时间监视侦查能力 腾云二型无人机能够胜任日夜间 空中影像监视侦查 电子参数侦查 电子干扰 气象观测及中继等多项任务 其航程预计将覆盖台湾周边海域 与四架美智MQ-9B无人机形成的高低搭配 将使得两者在战场上能够完美协同作战 共同捍卫的蓝天和海洋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